川普总统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向记者表示 他将在三天内宣布川经会的时间和地点 但肯定不是举行文经会的板门店 川普一早就在推特上宣布 被北韩判刑的三位美国公民已经获释 而且正在由访问平壤的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带回美国 他在内阁会议上感谢金正恩在川经会前的友好姿态 川普在谈到川经会时语气似乎越来越正面 他又一次感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天前帮了美国一个特别的忙 川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谈到目前正在进行的 美中贸易谈判 他说因为习近平在北韩问题上帮了美国很大的忙 北京在贸易上情势会好一些 至于好一些是什么意思 他并没有说明 记者张国华终于听 华盛顿报道